面对大海中的波浪 我们现在的精度是15道 也是0.015毫米 最高能达到5道 也是0.005这么一个水平 比737的外扩尺寸还要大 商载航程上应该说跟这些大飞机比较接近 除了体格大以外 交流600拥有从陆地机场和水面起 不是我们陆上飞机所没有的 通俗的说 交流600本身一半是飞机一半是船 那么我们上去像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V 它的名字就叫做深V型船体 一般来讲这种深V型是在快艇 此外 总装过程中的精确把握 也是提高飞机强度性能的重要一环 过去就是制造阶段 一般的也就是一点多的 一年一年半的样的时间 我们国家最远的岛礁 就是深V岸山 最近一个港口出发到深V岸山 是2400公里 我们这些装备航程近5000公里 它的有效最远半径应该近3000公里 说它为国之重势不为过 是430公里的岛 是530公里的岛 是430公里的岛 都是530公里的岛